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击抗疫 拼经济反网报 好了 今次 我们就是世界时势多合一 第一则新闻 就来自俄罗斯 俄罗斯的高级将领 包括 之前普京大帝任命的 参谋总长 吉拉西莫夫 是很害怕的 因为普京 原来 因为俄军久攻不下乌克兰 甚至有些地方之下 从扎波罗尔 他们的势都是一样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 原来普京大帝 就是 要求 紧急在多方战线 发动新的攻势 而且 这个西梅就说 大概普京大帝 就会在 2月 初的时候 就有新一轮的攻势 那就令到 俄军的高层 感到很震惊 克里姆林宫 在这场战争当中 当然有些人就说 他们截选了 17.5万人 这个数目没人知道 但是 很多的高级军官也都担心 如果这样下去会不会截选的人数很多 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 军心不稳 俄罗斯的政治分析家 索罗维 其实他就说普京 要参谋总长 桂拉西莫夫 同时 在乌克兰多条战线发动攻势 不过 已经引起了最高的 指挥部 的严重分歧 另外 最高统税普京的指示 会令到 陆军 总参谋部 会吓死 当然 现在他们肯定不敢说出来 但是 普京大帝的决心都很大 他们很害怕 在普京 落这个多线作战的命令之下 会失去静低的武装实力 因为他们手上的武装实力 也是令到他们在俄罗斯 有一直地位的原因 虽然 俄罗斯的高层指挥官 对于打胜仗的目标 是没有放弃过 而且仍然是 服从普京 但是他们也是害怕的 攻势将会在2月初进行 而桂拉西莫夫 是国防部长邵伊古的亲密盟友 也是俄罗斯将领当中最有能力 不过 军事高层担心 他们没有办法及时达成目标 之后 就可能又被普京撤换 因为 乌克兰现在是获得更加多的 西方的装备 包括M1主战坦克 和德国的炮异主战坦克 将来 他们也很有机会 我们节目也讲过 很有机会 是取得F-15战机的 究竟 俄军这个多线作战行不行呢 真是没人知道 但是 我觉得 不如就是守着东部 顿涅茨克 和劳金斯克 现在的目标 好像 有点不同 俄罗斯究竟如何以光荣的方式 引号光荣的方式 这是俄国媒体说的 其实这场战争如何以光荣的方式结束 没人知道 俄军的目标 当然 保住最低限度的 这个 战利成果 其实就是顿巴斯 还有克里米亚 但是 乌军说 克里米亚是要拿回来 当然顿巴斯也是会拿的 究竟最后局势怎样呢 看看俄军 是不是真的有决心 多线作战 因为 普京大帝说的多线作战 究竟 会不会是削弱了 这个俄军的力量呢 其实我觉得 一个拳头骗 去迎战会好些 但是 多方攻乌 其实这些将领担心 也是 正常的 但是 当然 这是普京的建议 之后可能跟将领说过 觉得这样不行 或者 是会有些转机的 当然 扎列斯基 更加会继续说 我们需要更多的 军备 和快点给我们 因为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 顿列茨克地区 是不断发动攻势 扎列斯基就说 当前很严峻 战况好像 巴赫木特 还有 布格列达尔 和顿列茨克其他地方 亦受到俄军不断的攻势 影响的 而且 很严重 如果普京真的想着 打散他之后 多方攻乌的话 会不会 不是那么好 因为始终你是 散了 不如力量在乌东地方 集结更好 当然 这也是暂时出来的消息 究竟 是否真的这么做 可能他也有假消息 也有假消息 扎列斯基 当然希望 战争 快速结束 因为 俄军拖延下去 就是在消耗乌军的军力 所以 他更加有大的 这个 理由 就说要快点 和多些 盟友的装备 英国、德国、美国 近日都已经将主战坦克 同意交给乌方 当然 扎列斯基 怎么那么容易满足 他昨天也说 乌克兰需要射程 是接近300公里的美制 陆军战术 导弹系统 即是ATACMS 但是 美国暂时 都是拒绝提供这个系统 但是会不会有受不住压力呢 另外 我们也说 这个 俄罗斯的一个 好朋友 伊朗 原来伊朗就说 他们 是 拦截了攻击他们 攻势的但是 伊朗的军工厂 也是有选耗 因为他们 军工厂是受到无人机的 攻势 表示没有 大的损失 他们就说 幕后黑手 就是美国的盟友以色列 现在他们就说 拦截了以色列的无人机攻势 长期以来 伊朗的宿敌就是以色列 如果外交解决不了 其实也很难 一直来说太多年的职业 五角大流的发言人也说 没有美军参与 对伊朗的 攻势 而且 我们 没有做过所以 不需要进一步有任何评论 华尔加日报就说 美国官员 就说 当然 不出名 这次的攻势 以色列是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色列似乎 是有参加的 不过 很多的官员就说 不知道 不过我们华盛顿就没有任何角色 其实美国也不想捲入和伊朗的一些战事 当然伊朗和西方 因为德克兰的核活动 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用的无人机 等等的状况 几个月以来 和西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俄罗斯也说 这个乌克兰的海马斯系统 是吹中了 努金斯克的医院 是有14人离世的 当然 两方面的消息 都是没有第三方的考究 这个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讲一下我们的这个 糧食问题 其实 世界糧食供应的 势头 貌似这一两个月就好了少少 但是 潜在的危机依然存在 花肥和农作物的价格 是的的的确确 是从去年的高位回落 但是 地缘政治 有不确定性 还有 能源价格波动 库存偏低 和 极端天气事件 将会继续威胁我们的糧食 农业分析师就觉得 世界糧食 的供应 依然面临很巨大的威胁 去年 2月 俄罗斯就是 特别军事行动 由于干旱和 新冠疫情 其实 之前政府和企业 都是有团积一些粮食 但是后来 因为我的战争 搞到团积的粮食 也是消耗得很快 因为没有新的供应 因为当时出不了这个黑海 那粮食价格 是储高位的 俄罗斯作为世界最大的化肥出口国 他们的地位 是相当重要的 那他们 如果化肥是 供应不了出来的话 因为 这个 农作物需要养份 化肥不够的话 价格自然上升 而作为 淡肥关键原材料的天气价格 也涨了很多 为 农业市场 带来了无比巨大的压力 莫斯科和基库 去年 达成了黑海谷物出口协议 这样 也使得全球的粮食价格 有所压低 与此同时 其实来自俄罗斯的供应也充足 而天然气价格 也是有所回落 就令到化肥市场是安静了一点 不过 谷物出口协议 可能 突然之间 你不知道普京大力想什么 突然之间它撕毁合同 而 能源价格 有可能波动 以及最大的 事件是什么呢 就是极端天气事件 气候变化 是破坏农作物收成的 世界银行 高级农业经济学家 John Berfus 他就说 我们 就好像 依靠着一部 发动机飞行 只要那部发动机 还在移动 那就没问题 但是如果发动机 停了 你就麻烦了 如果这些风险当中 任何一个成为现实 粮食价格一定会飙升 即是指 这个 极端天气事件 还有就是天气格格波动 还有就是 黑海 粮食出口协议的 一些 突然之间有人撕毁合同 那就麻烦了 最直接的危险在于 是联合国支持的 黑海谷物出口协议 这个协议 需要 在3月份又要renew 又要继续 重新签 在延长这个协议方面 如果俄罗斯 是真的玩东西 那就麻烦了 都是会阻止 这个 乌克兰的 穀物出口 令到全球粮食价格 会飞升 根据俄罗斯 和欧盟官员的 论述 就说 虽然很多 农产品 和化肥 不是在这个制裁名单 但是 很多银行 保险商 物流集团 都不愿意 经手俄罗斯 农民的 农作物 因为担心 不小心 制裁了他们 地缘政治的紧张 必定是会影响供应 但是 谁可以控制到地缘政治 好少 另外 就是 气候变化 虽然 出现这个 拉利纳 天气现象 这样就令到太平洋 海面温度 异常变冷 但是 去年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的气温是创新高的 在连续三年出现 拉利纳现象之后 很多气候专家就说 相反的天气现象 厄尔尼洛现象 有 厄尔尼洛就是具有 升温效应 今年出现的机会就越来越高 造成干旱 粮食也会失收 英国气候局 去年也说过 从拉利纳现象 转换成厄尔尼洛现象 可能就导致 2023年全球的温度 高过去年 从区域上来说 厄尔尼洛现象 以往曾经在南亚和东南亚 还有澳洲 造成 极大的干旱 而在拉丁美洲包括巴西和阿根廷 就造成了大洪水 我们已经看到 连续三年这么强烈的 拉利纳现象 其实是史无前例 但是 下个季度 可能会厄尔尼洛现象 这样就会扰炼全球的天气 热大发展中国家 可能会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厄尔尼洛现象 令到亚洲变得更加干旱 而南美洲 出现极多雨的状况 以及 现在的 谷物库存 是相对低水平 也令到大家很担心 为什么相对低水平呢 因为之前 美金是涨得太厉害了 不是很多国家是有钱买这么多粮 对于少物来说 这个 库存比使用率 即是stop to use 的这个 率 那就 很严重 我们看到 现在 现在的 库存 较58天 是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 2008年 国际粮食价格在干旱和全球能源价格上升之后 就是 到这个水平 由于全球库存偏低 价格将会保持波动 并且可能在 今年的春天 会发生干旱 或者重大的天气事件 都会令到 粮食价格 令人相当担忧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应来说 汇率变化 亦都令到你的库存 是处于低位 因为美金太贵了 粮食计价很多时候都用美元 虽然近期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有所下跌 但是 美金这么厉害 令到那些买 粮食国家的 本国货币 其实等于是不见识 意味着消费者面临的 食品通胀 很可能会持续几个季度 因为 国际交易价格 要滞后大约一年 才会传到这个销售供应件 我们用 食品消费价格指数 CPI 去衡量食品通胀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 依然是两位数 澳洲是7.8 所以很多人就预计 虽然今年CPI总体会下降 但是 你要记住 粮食是有滞后性的 所以 之后的 几个月或者整年 都会继续高的 当然 是会 高 但是你说会回落 可能会少回落 联合国 粮农 组织 的国际 食品价格指数 已经连续9个月 是回落的 的确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化肥和 小物的价格 已经是有回落 不过也是那句话 这个回落 比起 之前的平均水平 即 回落后之后的价格 比起之前平均水平 也是高的 我们需要什么呢 就是需要更加便宜的化肥 还有 一些 其他的利好消息 好像我战争 会停 但是我战争什么时候停 没人知道 现在我们在一个拐点 农民投入成本和利润率 的压力似乎有些缓解 但是 都是担心刚才那几个状况出现 就是欧欧战争 可能会更加劲 令到黑海出口粮食 是少了很多 以及极端天气事件 还有其他地缘政治因素都有可能 好 这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周莉芝 土耳其 我们之前说过 北欧雙雄 芬蘭 和瑞典 很想一起加入这个北约 不过 瑞典 因为之前有位政客 做了一些 是对于某宗教经典不好的事 就是BBQ了那本经典 所以令到 土耳其 以及其他的某宗教作为 是自己国家的国家 相当愤怒的 所以现在瑞典 基本上是 暂时很难入北约 我不敢说将来不会 我以当然就说 瑞典的 邻居 可能 加入到北约 因为他可以接受 芬蘭加入 当然 现在他 说可以接受 但是 未进入那天 都不要 说得实牙实质 因为之前也说 没问题 现在就很大问题 阿尔当安其实暂停了 和这两个国家 加入北约 的谈判 不过 昨天 阿尔当安在他们的 国家电视台就说 我们可能会 向芬蘭 传达一个不同的信息 当然 这个不同的信息就是 自加入北约 而瑞典 在看到 我们的信息时 可能会感受到震惊 但是芬蘭 不应该 重蹈瑞典的覆车 瑞典和芬蘭 因为我战争之后 就害怕了俄罗斯 所以就加入北约 芬蘭是很特殊的 和俄罗斯有很长的 1300公里 的边界 芬蘭和瑞典 都放弃了他们长期以来的 北约民政策 其实 北约有30个国家 每个国家要同意 才可以 有新的成员国加入 而土耳其和 匈牙利 就是目前唯一的两个国家 未批准 芬蘭和瑞典加入 不过匈牙利议会 应该2月份就会批准 爱尔丹安 其实 很简单 就是关于赫尔德仁的事件 以及16年 因为居伦行东 政变没有成功 他肯定要追究责任 今年5月他面临大选 并且对 瑞典的北约身份 表示不满 其实 他 没可能被瑞典入 因为他手中很多票 是来自保守派 和一些民族主义者 我以当案 原来再次要求瑞典交出120名 相关的嫌疑人 他也说 如果你们瑞典真的想加入北约 就将这些 坏分子交给我们 你们将这些坏分子送来我们这里 你们就可以加入北约 不过 瑞典首相 克里斯特松就说 我们首先希望和 北约 还有土耳其对话 不过 土耳其的外交部长 之后又说你们 瑞典 是反我们的宗教的 所以 不可以 给你们加入 他更加是警告 欧洲国家 应该 好好地 和瑞典谈一谈 看看他们做了什么坏事 瑞典真是挺笨的 居然 是 帮那个 这样的 正棍 结果 现在这样 其实 土耳其指的就是 他们说的极端人士 是来自富伊德工人党的 这个组织就是1984年的时候 就是有武装实力 反对土耳其政府的 在瑞典组织的 抗议活动当中 其实 亲富伊德 团体的人士 就是 要瑞典有承诺 就是 不可以将这些 相关人士送回去 土耳其 当然 之前他送了一名 之后会再送呢 没人知道 现在 土耳其又给了一份120人名单 你究竟 肯不肯 将他们送回土耳其 我相信 暂时他也不敢 因为他们经常标榜 普世价值 民主 不可以令那些人 受到埃尔多安的迫白 所以他们暂时 不会送那些人回去 但是之后会不会顶不住压力 我也不敢说 我觉得很难说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谢谢各位 再见